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21期参考信息 首先看一组劳动新闻 近日有网民爆料 湖南宁乡劳动局向企业发了一份用功高风险名单 原因是这些人参与了维权和劳动仲裁 表格的备注栏引发关注 有情绪容易失控不服从管理比较刺头 沟通无法聚焦被迫害妄想症 故意找查到处投诉企业专业碰瓷户等描述 顺用劳动仲裁等提醒也比较多 但这张表格有明显错误 您相信2017年就已经改逝 而且早就没有劳动局了 现在都是人社局了 8月7日 宁乡人社局辟谣 网传的官方部门制作下发高风险名单为虚假消息 我们从未发布和收集过相关名单 不过近年来类似的用功提醒在多地都流传过 不是每次都能等来辟谣 最近 网传一份奇瑞经营管理委员会 7月会议精神文件显示 要求人事部门要把关于加班问题的要求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特别要围绕人员三四五策略 研究人员效率 工作质量和工作能力提升 文件称 提高人效不可理解为简简单单的加减法 在真正实现三个人干五个人的活 拿四个人的工资的同时 也要加强员工关怀 对他们的健康幸福负责 要求人事部门要深刻复盘 提高加班的效率 坚决杜绝 无效加班 没有质量的加班 这个事情没有奇瑞的正式回应 但好像在哪里也都不稀奇 另外 这两天微信抖音小红书上 深圳劳动仲裁熔断 深圳市劳动人士争议仲裁委员会 网上递交数量以达上限的话题被大量转发 深圳人社局9日称 纯属谣言 是劳动仲裁服务平台 没有此类提示于仲裁案件数量 未见异常波动 受理及庭审工作均有序进行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从去年的电影《年会不能停》 到最近的喜人奇妙夜 打工人题材受到不少的欢迎 虽然有刻意迎合的部分 但也能看出大家对落实劳动法的期待 不过曾参与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宝华日前表示 劳动法已实施30年 但目前严格执行依然很难 考虑到国内当前的发展阶段 也很难对加班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 短时间内 劳动时间增长依然是个无解的难题 目前的国际竞争环境 也不允许国内企业慢下来 那这个短时间内 劳动法最大的意义 可能就是出现在喜剧段子里了 经济学人近日推出了一份2024年度 国家和地区贫富排名 不是简单用GDP总量或者人均GDP来衡量 而是要更多反映普通人的生活质量 只看人均GDP很难反映现实 同样的1000块在不同的地方 生活质量可能差别很大 所以就用当地的物价调整一下 也就是购买力评价 同样到手1000块 累死累活加班拼出来的和严格每周40小时 还有代新年价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又结合美工时购买力评价调整 算法是该经济体的购买力评价总值 除以工作时长得出 能够反映各经济体的卷度 通常贫富排名都是北欧国家石油国排在前列 这个榜单也一样 不过加入了购买力和工作强度指标之后 尽管富国横富 但有些有意思的变化 比如美国的GDP总量第一 已经一个多世纪了 去年人均GDP第六购买力评价后 降到第九 而美国人的工作时长在发达国家中 是较长的 调整后降到第十名 新加坡和比利时的曲线也很有意思 比利时的人均GDP和购买力评价排在第十五 算上工作强度后升到第四 新加坡则从前五调到第十三 荷兰十一 法国十四 意大利几近前二十 总的来说 欧洲发达经济体的排名变化曲线较为平缓 说明生产力与工作强度平衡较好 入围前二十榜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另一个特点 按照购买力调整排名小幅上升 但按公时调整排名会大幅下降 香港人均GDP第二十 购买力评价后升到第十五 按公时调整后跌出前二十 就排名而言 新加坡澳门的表现均优于香港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第六十九 购买力评价后排到第七十五 加上每小时的工资比后调到第九十七 垫底的是塞拉利昂 中非共和国和布隆迪 经济学人说 这个算法有局限性 贫穷国家往往有庞大的非正规经济 总体产出和公时更难衡量 还有缺少储蓄率 海外收入和个人资产等因素 另外如果贫富差距巨大 那人均GDP也不够靠谱 所以这个指数 对最富裕的经济体的评估更准确 财政部近日公布上半年的 全国彩票销售情况 共销售3084.78亿 同比增长12.6% 与去年同期相比 绝大多数省份的销量均出现增长 其中广东 浙江 湖南和河北的增加额较多 唯一负增长的是湖北 这是为啥 是湖北去年的数据太高了吗 去年全国销售彩票5796.96亿 增长36.5% 分省来看 广东605.75亿 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接下来是浙江 江苏 山东 都超过400亿 第五名是河南303.3亿 六到十名是四川 湖北 云南 安徽 河北 200亿到300亿之间 去年所有省份的彩票销量均有所增长 广东的增速高达36.9% 湖北去年卖了263.66亿 全国第七 占全国销售额的4.55% 比2022年多了67.2亿 同比增长也达到了34.2% 虽然不低 但不如全国增速的36.5% 那是因为湖北去年卖彩票太拼了吗 看到一篇报道 以责任为名汇聚智能向未来 湖北题彩2023年责任彩票建设发展计时 有个小标题 精准帮扶探索党建融和促进发展新机制 这个帮扶是帮扶落后实体店 文章说 湖北题彩一直推行青年党员蹲点精准帮扶措施 帮助落后的实体店找问题推广好的做法 2023年 湖北题彩再批实验田 在贤宁设立南三线实验区 在黄刚设立大别山四线实验区 退伍军人青年党员彭浩 3月起开始大别山四线实验区的助手帮扶 指半年的时间就策划开展培训交流活动19场次 户外推广活动8场 体育文化沙龙活动6场 走访了46家实体店 新增专营店19家 湖北题彩创新党建融和新机制 还体现在 将党日活动开展到题彩实体店 号召党员代销者挂牌经营 贴近市场大新调查研究之风 一年中 湖北题彩组织党员实地走访 座谈会交流问卷调查 针对调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制定了12条解决措施并积极推进 但是用党建加责任彩票搜索 各地都有类似的报道 似乎也没有独特性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己也搜一搜 分析分析 广州最近连续打出稳楼市第一枪 8月1日成为首个落地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政策的一线城市 8月6日 广州花都区宣布买房可享准户口待遇 非广州市户籍人员在花都买新房 可以领取花都人才绿卡 凭人才绿卡及购房合同 享受区域政策性照顾入学待遇 包括持卡人子女在学前教育阶段 符合年龄要求的 具有报名参加居住地本区教育部门 办幼儿园电脑派位的资格 义务教育阶段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 具有公办学校入读义务教育起始年级资格 今年以来 南京 武汉 佛山 沈阳等十几个城市 出台了买房租房送户口的新规 花都区这个新政虽然算不上购房落户 但可谓在一线城市率先打响了 类似购房落户的第一枪 有利于释放需要想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家庭的购房需求 一系列楼市大招与市场压力有关 到7月底 花都区新建商品房库存位居全市第三 去化周期24.2个月 也位居广州前列 而广州7月新房成交面积环比下降22% 前7个月累计成交面积更是同比下降24% 广州7月新房去化率只有10% 在4个一线城市中最低 还是在广州 一则写有 《小孩读书》《顶母顶父母拆迁系关键的条夫火了》 地点位于白云区石井街道檀村 目前谈村正在进行城中村改造 有村民表示 因担心改造中的承诺无法兑现 以及一些赔偿问题 很多村民并未答应拆迁 《顶母顶》在粤语中有 事情是否顺利或者成功的意思 有网民质疑 条夫有威胁的嫌疑 来自广东的同事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称 条夫的本意是希望用村民能够听懂的通俗的话 表达教育资源能够改善 改造之后会引入更好的学校带来一些好处 但被部分村民曲解 也被一些自媒体发到网上传播 已经换成新的了 针对威胁和吓唬的猜测 工作人员称 完全是曲解的 不可能有这个意思的 你觉得呢 依然在广州 茶叶华尔街方村又一家金融茶爆雷 这次叫饭茶 业内人士估算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 金额最大的金融茶爆雷事件 金融茶是出售后不用于冲泡饮用 而主要用于收藏和炒作的茶叶 以普洱为主 一块茶饼有时被炒到十几万 远超黄金 金融茶的炒作链条是 公司到平台到经销商到客户 玩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厂家和经销商只管卖茶 不承诺回购 价格全凭二级市场决定 另一种是厂家或经销商 承诺按某个固定收益率回购 饭茶属于后者 爆雷损失也主要是经销商和客户群体 饭茶2022年进入方村市场 在全国开了500多家实体门店 宣称要做到中国特色的奢侈品 并迈向国际 一度有茶界爱马仕之称 总部负责新品研发和销售 经销商组织客户 交易平台承诺到期加价回购 金融茶的套路就是 左手倒右手不断抬高价格 如果有外部人员或资金来接盘 那再好不过 如果骗不到外人进场 就看内部人谁来接最后一棒 起初饭茶的品牌商和经销商 确实做到了按承诺的 8%到10%的月收益率回购 所以很多人虽然明知道是庞氏骗局 但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赚到了钱 还是忍不住拿出全部身家赌上去 去年下半年以来 金融茶频频爆雷 饭茶也出现了崩盘征兆 去年回报率8%到9% 今年初就提到15%到20% 过去每个月推出一款新品 今年6月几乎每三天就发一款 承诺月收益率高达25%到30% 8月3日 饭茶公告称 各种谣言攻击导致市场不稳定 造成大量资金被限制 董事会及核心经销商商议 对公司进行债务过股权重组 这成为压倒对付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就在前一天 饭茶还发了一款回报率超100%的新品 茶叶市场不像成熟的金融交易那样 有完善的监管软硬件体系 金融茶交易平台很多时候就是微信群 转账通过个人账户 只有来往的货单 没有食物交割 全靠私人关系和个人信用软约束 如果没有受害人举报 或者投资失败后集体维权 相关部门很难掌握交易的细节 更难认定是否涉嫌违法犯罪 政府通常只能提示风险 难以提前介入 而每次严管金融茶的效果最多一个月 然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炒茶 金融茶崩盘跟房地产下行有没有关系 我的同事还在研究 最后看一组反腐快讯 苏州这边 清华毕业科员马祥宇 实名举报局长贪腐还没完 贵州那边 清华毕业的明星正厅级官员马宁宇 任上落马 8月6日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贵阳新区管委会主任马宁宇 被通报调查 当天上午贵阳日报还报道他前一天的调研活动 马宁宇是陕西西安人妥妥的学霸 17岁考入清华 苦读10年 拿下自动化系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博士 曾留校任教 2005年走上仕途 一直在贵州 35岁继生政厅任团省委书记 是当时最年轻的省级团委书记 40岁出任省大数据局首任局长 202年1月 45岁的马宁宇任贵阳市长 成为省会城市最年轻的市长 贵阳致此以连续四任市长被查 打头的正是咱们熟悉的李再勇书记 还有刘文新和陈燕 马宁宇是全国人大代表 被查两天之后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州口市长吉建军被通报落马 吉建军52岁 河南三门侠林宝人 1992年参加工作 先后任职商丘虽县安阳 2021年7月任周口副书记市长 周口本市级以来已有四任市长 一任书记落马 其他分别是张海清 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被判无期 徐光因受贿罪被判11年 岳文海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受贿罪被判12年 其建军2015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这批书记102人 至少已有12人被查 又过了一天 河南公部曾任 濮阳市长市委书记多年的 宋电宇被查 这三位都是正听级 正好最近看到篇论文 金管鼎刊Management Science 发表美国威斯康星商学院邓永恒 和哥伦比亚大学魏上进的论文 资产购买中的秘密 估算官员的非官方收入 研究用了2006年至2013年间 某大城市住房公积金 和购房交易的全面行政记录 通过观察官员家庭购房 和官方收入之间的差异 来推断其非正式收入 也就是灰色收入 有几个有意思的结论 首先灰色收入广泛存在 且规模显著 在2006年至2013年的样本期间 平均每位官员的灰色收入 相当于其合法收入的83% 其次官员级别越高 腐败越普遍 约13%的官员被估计存在灰色收入 样本当中最高级别的政局级中 有65%可能存在灰色收入 而非官员的政府雇员 只有8%获得灰色收入 再次职位的含权量等于含钱量 灰色收入占官员合法收入的百分比 随着官员级别和所在部门的 特权权力提高而显著增加 厅局级的灰色收入 超过其合法收入的424% 税收政府控制资源如土地管理部门 以及负责大型项目投资的官员 灰色收入比例最高 相当于其合法收入的120%多 普通办公室和较少关键部门官员 分别是53%和38% 2013年开始反腐运动之后 灰色收入有所下降 但腐败仍广泛存在 另外家庭资产形势多种多样 论文仅通过购房推断其灰色收入 是非常保守的了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周末不更新啦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